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19日在競選活動上做最後衝刺 努力催票 因為杜魯道所屬的中間偏左自由黨 與歐圖爾領導的中間偏右保守黨 目前民調支持率不相上下 杜魯道向選民喊話 試圖阻止選票分流 給其他路線同樣左傾的政黨 如新民主黨或綠黨等 加拿大保守黨領袖歐圖爾 對中共政權態度強硬 公開關注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 維吾爾族等人權問題 並在9日的電視辯論會上譴責杜魯道 讓加拿大成為五眼聯盟中 唯一一個沒有拒絕使用華為5G網路的國家 目前在民意支持上領先的自由黨和保守黨 獲得的支持度都是在30%左右 哪個政黨能在加拿大眾議院338席中 取得過半數席位170席 就將組建多數黨政府 如果沒有政黨獲得過半數席位 則由獲得席位最多的政黨 組建少數黨政府 新唐人亞的電視 張瑞珍 總括分 今天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